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收看政壇新秀 關於國際關係的節目 我是金文鋒 歡迎大家又回來 這幾個星期大家都很關心俄乎的戰爭 上個星期除了俄乎戰爭 我們又說了南韓總統的選舉 但很多朋友一直都反映 可以多說少少俄乎戰爭 戰爭其實大家如果有看新聞都知道膠著狀態 基本上俄羅斯又打不到他們的首都幾乎 也佔領不到一些其他大城市 除了早前提過南部一個港口城市黑耳叢之外 這個星期一直都不見有什麼進展 似乎都是圍著一個大城市去做一些佔領 但似乎入到海巷戰 俄軍也沒有什麼優勢 現在說的一件事就是4月到雨季 雨季很多時候烏克蘭的境內都會變成一片泥林 不是說城市 城市外面 變成一片泥林 那一片泥林有什麼大件事呢 就是俄羅斯的機動部隊 特別是坦克那些 甚至卡車 如果不在路上就會卡著 影響他們的行軍速度 對俄羅斯是不利的 所以大家在說 或者一些軍事專家在說 如果拖到4月 其實烏克蘭是有機會 佔回優勢 甚至在談判卓上 是有些籌碼和俄羅斯講數 俄羅斯當然也知道這件事 所以現在3月中 差不多兩個禮拜 就到4月了 兩個禮拜到雨季了 所以這兩個禮拜都幾關鍵 究竟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和談 可以談到多少呢 即是現在談了幾段 其實都沒有實質的結果 曾經有說 開一個人道走廊 人道主義走廊 被平民撤退 但是開開 馬上散發 因為兩邊互相打起來 互相指責對方 先開火破壞了人道主義走廊 所以到現在老實講 是沒有實質的事情 大家都是打打聊聊 雖然交著緊 但也有很多朋友問 可不可以說一下俄羅斯 未必是歷史 但現況是怎樣 例如他們有些自殺聽的 我想我解釋一下或者介紹一下 今天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不是另一樣 不是戰爭發展的狀況 而是大家比較常聽到 在烏克蘭裡 還有一個叫阿束營 很多朋友就問 或者觀眾就問 是什麼 因為他們聽到新聞就說 俄羅斯圍圍著一個城市 那地方的阿束營 拼死頑抗 成功擊退了俄羅斯 俄羅斯就佔領不了這個城市 阿束營是因為什麼呢 是一個軍團 是一個情報組織 還是一些什麼人 還是一些僱傭兵 我覺得今集可以跟大家花一點時間 講一講阿束營 因為我覺得 跟香港有一點關係 特別是傳聞 有些新聞有報過這件事 特別是跟我們當時2019年的黑暴 不妨用今集的時間 跟大家講一講阿束營 其實阿束營 都不是近期成立的了 大家聽到 譬如剛剛2019年 也有新聞報過 他們有人來過香港 一定不會是近期才成立的 但也不是2019年的 因為他們也不是特別黑暴事件 所以就成立了這樣的刑 當時2014年 其實當時的烏克蘭 有一個危機 就是講 大家知道烏克蘭的情況 有一部分人是親歐的 然後有一部分人親傲 嚴格來說也不是很精準 因為俄羅斯本身也是歐洲一部分 可以感覺到一些親西歐國家 例如歐盟 北約組織 即是他們希望 烏克蘭一直都有一班人 希望包括他們現在總統 習近平加入歐盟 加入北約 成為那方面的陣營的一份子 當然俄羅斯不想 烏克蘭的地理形勢 根本上就是貼著俄羅斯 所以其實也是俄羅斯 就是派兵入侵烏克蘭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烏克蘭一直說想入北約 又北約又說 要死層層 想讓你入了 當然現在就縮了沙 那時候 2014年 發生了類似的事情 烏克蘭又想入歐盟 當時的總統阿魯科維奇 他不想跟歐盟或歐洲簽署任何協議 他那時候就停了 停完之後 國內就發生了很多不同的想法 有些人就抗議 為何要跟歐盟簽協議 有些人就贊成 那時候就發生了一系列的事件 包括克里米亞 有一個獨立的投票 要求離開烏克蘭加入俄羅斯 除此之外 克里米亞就南部 東部大家最近聽得多的是 這個 盾涅茨克和盧金斯克這兩個州 其實都是親俄的 他們都是講俄語的人比較多 這個時候 那時候 其實他們也有一個 親俄的俄羅斯之劇武裝叛亂 演變了那時候 這兩個州有些親俄和親烏的武裝部隊 不是叫親烏 其實在烏克蘭裏面 其實就是烏克蘭的軍隊 一個小型戰爭 或者戰爭衝突 那時候 其實 亞畜營成立 那時候也是烏克蘭裏面的一些人 有些人就說他們是極右分子 甚至說他們是支持新納粹主義 大家知道 說到納粹主義 大家馬上想起德國 希特拉 那時候 或者是白人至上 看不在其他種族等等 那時候 亞畜營加入了這個戰爭 成功把 趕走了在頓涅茨克和努金斯克兩個州 的親俄武裝軍團 成功把這兩個州保住在烏克蘭 所以 亞畜營那時候正式成立 後來他就慢慢被撥入了這個叫做烏克蘭的國民警衛軍 他現在其實慢慢發肆已經去到 剛剛 這幾天上網看 就說去到超過一萬人的一個大兵團 所以大家看到 不單止在某一個城市 你會看到亞畜營 可能在幾個重要的城市 據點 都聽到亞畜營在幫忙 而這一點 其實最令到大家關注的點 都不是亞畜營他們有一個頑強的戰鬥力 而是說很多人說亞畜營 由他成立開始第一個成立的人 那個人叫什麼呢 叫做比列斯基 他創立已經是一個白人至上 或者你感覺到是一個新納稅主義的人 所以整個營大家會覺得 這個營是不是支持新納稅主義的 或者是代表著納稅主義的一個 因為你一在歐洲說到納稅主義 大家就很快 納稅主義就是壞人 甚至是恐怖分子 因為比列斯基 除了是亞畜營的創立者 他也是另一個組織 叫做SNA Social National Assembly 這個真是開足名義 是一個新納稅組織 他也是這個組織的領袖 這個SNA 有些襲擊烏克蘭少數族類的一個枉織 所以大家就會很擔心 或者很懷疑 這個亞畜營是不是都是這樣的 甚至比列斯基 發表過很多激進的言論 例如在10年 就說 阿烏克蘭的國家目標是什麼呢 在最後的十字軍東征裡 領導世界的白人 白人說明 對抗史米特人 簡單來說就是 繼續這個十字軍東征 代表著白人的一種崇高 或者白人至上的一種理念 甚至他們的象徵符號 如果大家可以上網看看 他們的亞畜營的logo 他們有點像納粹的符號 但是亞畜營他們自己就說 不是的 這個狼之鎬 他們稱呼為狼之鎬 其實跟納粹是沒有關係的 他們否認 雖然他們曾經也有發言人說 其實他們的亞畜營裡面 有10-20%的人 是新納粹主義的分子 不代表我們整個亞畜營 都是為了支持納粹主義而成立 因為他們最主要的目標 都是就住烏克蘭國家 即是認同這個國家 希望保護自己的國家 而成立 這個是他們的說法 現在其實是說的 就是 亞畜營雖然他們自己不承認 但是也受到很多全球的有益分子 甚至有人說 這次俄烏戰爭 亞畜營也感染了 也吸引了很多全球的有益分子 極端的有益分子 參與進去 加入亞畜營 甚至是幫全球的極端有益分子做了一個練兵 所以那些人就說 現在所謂去烏克蘭幫忙的全球的僱傭兵 除了某些人 就覺得要支持烏克蘭 所以要去做僱傭兵打 有部分人不是支持烏克蘭 是支持極右翼組織 或者支持新納粹主義 所以他們進去亞畜營幫忙 所以這個是值得我們去關注 因為大家都明白 新納粹主義當然是極端右翼的一個組織 但是問題是 其實在現在整個歐洲 右翼一些民粹主義 一些種族主義 其實越來越盛行 雖然他們未必可以做到執政 但是其實在選舉裡面 都拿到不少票 所以大家會知道 這個民粹主義慢慢變成一個右翼主義 其實將會可能 就算不是主流也好 也會是整個歐洲一個很重要的思潮 這樣會不會令到 因為大家知道 歐洲一路在說普世價值 說我們人權 他們應該 我們的感覺 或者我們理解他們 是不應該跟種族主義扯上關係 但是實際上不是 特別是近年經濟衰退 然後有很多難民湧入歐洲 其實當有難民進去 甚至不是自己膚色 我直接這樣說 搶奪資源 就會有些人開始說 我們原本這裡的人優先 慢慢開始變成一種種族主義也好 一種右翼主義或者本土主義蕭潮也好 就會慢慢變成這樣的趨勢 歐洲其實是正在發生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又要講亞束營和香港有關呢 都講一講 剛剛簡單介紹亞束營 為什麼整個歐洲的右翼思潮 為什麼歐洲這麼關注亞束營 就是香港 其實當時19年的文匯報有報導過 當時文匯報就說 其實我們都發現了一些烏克蘭的人來了 他們似乎都是亞束營的代表 當時19年文匯報有說過 後來有一個社交網站專員 叫Free Hong Kong Center 他們說這班人雖然都是軍人 參與過烏克蘭革命的退伍軍人 他們曾經跟亞束營有關 但是已經離開了 這些就是曾經有關已經離開 這些其實大家都明白 當你有個聯繫 你怎樣離開 你也可以有個聯繫 究竟你怎樣的聯繫 叫做斷了聯繫 大家都心照 其實只是在一個說法上面 簡單來說 他們肯定是跟亞束營有關 他們現在可能就不用亞束營的代表來香港 他用什麼身份就不知道 但是也相信亞束營 其實也是受過美國的一些軍事訓練 去幫助加強自己的水平 所以那時候是千絲萬縷的關係 也是當時報道過 究竟黑暴和亞束營 和這些叫做右翼主義等等 那方面新納粹主義有沒有關係呢 當然有很多事情未必可以證實到 但是反正就是報道報過出來 所以那時候也引起警方的關注 到最後 現在在烏克蘭 亞束營是其中一個比較大家關注的軍事力量 另一件事就是那時候很多僱傭兵 可能今天講多一點 這件事我也覺得值得說 一開始那時候曾經 俄會一大戰開始 全球很多人就說 我要去烏克蘭支持他們 包括香港其實那時候也有說到 我們不如去烏克蘭幫忙 但是很快就說 當然有第一批人去到那時候 他們有一個僱傭兵的軍營 就被俄羅斯空中襲擊 好像都死了幾百個僱傭兵 沒有人證實到 但是好像有些曾經參與過的人 就說去到很快就已經走了 那些曾經參與然後離開的人 就說 不要再當現在烏克蘭是一個 怎麼說呢 在打機啊 還是怎樣 因為現在實際上 真的在打戰爭 你們去到面對的是一支 雖然你常說俄羅斯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那些軍隊 但是他始終一隊正規軍 他的武器 其實是非常先進的 只不過可能在現在的情況上 他是因為就著不同的戰略 原因 未必是這樣 狂軍濫炸 烏克蘭的城市 但是你下了的僱傭兵 你的身份就是他們的敵人 到時他們就將 你的對手就是 現在叫做這個 我不敢說是世界第二 因為美國一定是第一 但是也是世界前列的 一個軍事的集團 就是你面對這些人 有些人一去完 一去到馬上被人炸 已經走了 所以奉勸 無論是 你的立場是怎樣 做這些決定 是不是下去幫忙 要想清楚 因為就算你下去 有時候也未必幫到忙 反而幫到賭亡 因為你都不是一個專業打仗 僱傭兵 你不是說有錢 拿著裝備就能打仗 對不對 或者我們今天先說到這裡 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說 阿束盈是什麼 因為很多朋友都提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 未必是俄烏戰爭裡面 大家可能看過 國際新聞 有什麼東西 你聽完之後又不太明白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聊一下 文鋒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這件事是什麼 我盡力上網找一下資料 或者看書找一下資料 跟大家分享一下 聊聊天 再次多謝各位收睇今集 如果大家喜歡 希望可以like和share這段影片 給你們的朋友 記得訂閱政壇新售 還有按鈴鐺 我們有新影片可以通知大家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